各位亲爱的家人 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 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探讨智慧父母课堂 如何为人父母 因为如果当父母的本身没有学到智慧的话 真的他会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 用错爱 溺爱 强势主宰 对待小孩子 后面就会产生很多的后患 如果为人父母你有智慧的话 真的你能够栽培出很好的小孩子 很优秀的小孩子 我们继续看强势主宰的后果 上一节已经有跟大家分享了 这个小孩子看起来也都还蛮不错的 但是就是为人父母因为当妈妈的 因为要求成绩要怎么样 要求怎么样 小孩子没有达标 然后就用很多的语言 一直在那里跟小孩子 这样刺伤小孩子 这小孩子他已经气到 一直按着他的心脏 他已经气到快受不了了 但是当妈妈的还是一样 一直用语言在刺激 像这样的话 真的这一种过程 这个会在小孩子的心中心灵中 留下很灰暗很负变的阴影 如果当父母的当妈妈的 后面没有赶快去修补的话 这些阴影这些称恨 就会留在小孩子的心中 后面就会酝酿出很多的副作用出来 因为一般大人很容易犯的毛病 就是好像为人父母 大人永远是对的 小孩子不懂事 所以就这样 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 被父母亲错爱的情况之下 经常被伤害的内心在流血 但是小孩子的抗议 小孩子的心声 除非这个父母 他真的有智慧 懂得聆听 懂得聆听 懂得尊重小孩子的感受 不然的话 一样都会继续用高压 再要求小孩子 这是一般父母很容易犯的问题 毛病 因为总认为小孩子不懂 你不懂 什么是有前途 我们大人比你清楚 所以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了你好 一句话 都是为了你好 你不懂 你乖乖听话 就这样 小孩子因为又是幼小的小孩 又是大人 所以小孩子他内心有很多的压力 或是不愿意 当他有所表达 父母亲还是要压下去 你小孩子不懂 乖乖乖听话 但是父母从未问过孩子 是否能够接受这样的爱 如果能够尊重跟小孩子 做很好的沟通的父母 这个就是有智慧 他有文化 有内涵 他懂得尊重小孩子 像这样的话 这个小孩子因为他内心有压抑 有负能量 他敢跟父母亲来沟通 所以这个小孩子 他就能够比较健康 顺利的成长 父母亲都经常以爱之名 给小孩子很多的压力 期望小孩子成为你们想要的样子 要知道那里面事实上是 父母亲希望小孩子 实现父母亲的理想 欲望 愿望 但是你有没有问过孩子 他自己想成为什么样子 所以错爱的方式是 要小孩子来实现父母的理想 这小孩子他就会被主宰得很痛苦 有智慧的爱 是尊重小孩子 让小孩子早日练习做他自己 让小孩子早日能够实现他的理想 所以错爱 错爱是要让小孩子来成为自己所要的 主宰小孩子成为自己所要的 实现自己的理想 你成绩好 我可以跟人家炫耀 你很多的才艺 我可以跟人家炫耀 那是父母亲所要的 但是小孩子 他没有兴趣 他的理想不在这边 他的兴趣不在这里 结果一直被父母亲的这样一种打压 局限 所以他就痛苦 而如果有智慧的父母 他不是要让小孩子来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 而是栽培小孩子 让你成器成才 这个成器成才 不是照自己所要的去做 而是让小孩子 你把你的理想发挥出来 你勇于去做自己 海阔天空任你遨游 你去创造 你自由自在的去选择 然后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父母亲是做你的后盾 支持你 鼓励你 是你精神后盾 支持你 勇于去创造 而不是一直把它用着绳索 用着无限遥控 一直把它控制着 或是局限 这个就是父母有学到智慧 跟没学到智慧区别 所以错爱的话 是要让小孩子来实现父母的所要 真爱有智慧的爱 是父母亲帮助小孩子 实现小孩子的理想 这样了解不同吗 这样清楚吗 很多人还不清楚 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当然为人父母学到智慧 这是很重要的先决条件 关键 最可悲的是 孩子经历了太多 明显散不道的压力 被孝敏 被孤立 被团结 被嘲讽 被攻打 被折法 被无视 背负着父母沉重的爱 而前行 自立 抑郁 活得像一个边缘人 等到放学后 疲惫的读导家 本想对你倾诉些什么 看你一眼 想一想 算吗 内心有压抑 内心有郁闷 有委屈 回到家也不敢讲 因为讲了 就是又被挨骂 所以就想一想 算了吧 所以为什么 有些很多的小孩子 他会走上忧郁症 走上自闭症 就是这样 那个都有原因的 你不要说不去探讨原因 然后就怪说 这个小孩子 这是来要债的 不是这样的 是真的小孩子本身 他们本质素质 绝大多数都是很好 问题在于父母亲会不会教育 所以很多小孩子 他们渐渐的内心苦闷 受伤 受挫折 他们没办法 有很好的疏导 就一直压抑下来 有些父母不杀人 但杀了小孩的亲 他们没选择用生命 作为反抗的来说 但活着也只是行尸走咒 像个只听指律的机器人 那三部纪录片 央视所制作的镜子 值得大家好好的去 认真的去听 去看 然后回来反观 回来反观自己 因为如果为人父母 你没有改变的话 小孩子的问题 很难得到解决 其实大多数孩子 都能经受得住的理屈 唯一能让孩子崩溃的 是父母不够理解 倒打一爬的批评和难忘 我向你展出一颗真心 所以小孩子他会走上绝路 走上极端 这个都是日积月累 一直的积累下来 父母亲就是用严格高压 强势把小孩子一直的打压 所以到后面小孩子就变成畸形发展 他们的内心苦闷 得不到大人的谅解 大人有的就是 当然为了生活奔波很辛苦 但是他的郁闷气恨 都很容易发泄在小孩子身上 所以真的这方面的家庭教育 真的要好好地调整 改变为人父母 要好好地学习 有个网友说 我现在都三十多岁了 还是能想起十几年前 我妈疯狂无辜我时 那悲愤的惊奇 无论我怎么解释 也不能让她闭嘴 只因为我没有按照她的意愿去做 那真名的命红 和疯狂重化的嘴唇 让我觉得 这根本不是我熟悉的迷信 当时真想从楼上跳下去 心都死了 活在这种家庭又能怎么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行 父母言语上指责 嘲讽 否定 说调 以及任意的打算 拒不回应 随意出口评价和评论 给孩子情感和精神的创伤 甚至比肉体伤害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真的 为人父母 在小孩子成长的过程 要陪伴小孩子 跟小孩子一起成长 不是说你会生小孩 你就会教育小孩 不是这样 生小孩容易 那只是生理上的 正常的一个情况 养育小孩 教育小孩是需要智慧 来 我们来看 这也是一样 两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 一个学生在学校 因为跟其他同学在教室打牌 打扑克牌 结果老师就通知家长到学校 来协助管教 这个妈妈当妈妈的 一接到这样的讯息 她就 心就慌乱了 就冲到学校 结果没有让小孩子解释什么 一看到小孩子 就甩她耳光 公开场合情况 打小孩 这小孩子受不了 结果又是走上极端 这小孩子是初一的学生 好像初二吧 初三 这小孩子是初三的学生 这小孩子是初三的学生 要知道 这时候正是在所谓的青少年的 一个敏感期 叛逆期 他们的心灵又要变成大人 但是还没有成长上来 所以他们韧性 坚强硬度是还不够的 但是进入敏感期 所以也容易受伤 结果当妈妈的不问青红照白 来就打她 在公开场合打 然后让这个青少年 她觉得很没面子 她受了严重的打击 所以就这样选择了极端 当她自杀之后 后面 我们可想而知 因为这个妈妈 这是单亲妈妈 可想而知 她后面的生活 日子不会好到哪里 因为她一手把小孩子 打得让小孩子 就走上了极端 所以在后面的日子 这个妈妈 她一定生活很不好过的 结果生活艰难 痛失独子的单亲妈妈 无力摆脱悔恨与悲伤 最终 一年多之后 也自杀了 好 生活很 生活很难 痛失独子的单亲妈妈 无力摆脱悔恨与悲伤 最终自杀 又一次来到孩子的末世里 多中一溪流着儿子青春的味道 孩子已经走了一年 一年里 我是度日逐年 无穷无尽的自责与悔恨 始终缠绕包裹着我 总希望的这是一场梦魇 一定要醒来生活可以继续 妈妈可以再好好爱你 永远不再对你粗暴 这是那位妈妈 后面她陆续写出来的 当然她很后悔 但是这时候 你再怎么后悔 所谓的来不及的 于事无补 来不及 所以她就这样 活在那个自责的情况之下 一方面写下她的一些回忆 我的记忆已经被定格在去年的那个剩下 正在超市忙碌的身心剧疲时 突然就接到班主任老师的电话 这让我立即就交到无安起来 心急活了赶往学校 一路上内心已经趋于疯狂了 总是不停地问自己 为什么我活得如此疲惫不堪 孩子 你什么时候还能体验妈妈的不意 当妈妈的冲到学校 不问青红皂白就打小孩 当然也有她的原因 后边有一些叙述 我们继续看下来 在孩子还小的时候 我们也是一个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 生活不宜 其乐人种 儿子也很健康开闹 一场婚姻变故 砸碎了这一切的能好日子 生活状态 越来越困苦难安 孩子也因此变得忧郁寡欢 性格愉加沉默寡言 他们本来也是一个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 生活本来也富裕 其乐融融 儿子本来也是很健康开朗 但是后面发生了婚姻变故 让家庭破碎 好 结果 那个女人忽然好吗 钱也全能了 家里生活显得多心变种 吵闹为道 离婚便是夫妻二人的 无法逃避的最终选择 婚姻结束了 母子二人的生活 也陷入如今的黑暗天 一切皆源于孩子的爸爸沉迷 陶醉在另一个女人的温柔乡里 偷偷将家里大部分的财产 转移到了那个女人的名下 结果那个女人忽然跑了 突然就跑掉了 钱也没了 所以整个家庭就陷入了 混乱 冲突 到后面就是走上离婚 好 离婚后的我 只能独自一个人带着你 生活艰难 劳累分布 只为你能有出息 给妈妈一个美好的未来 生活处处要有钱 为了你的未来 妈妈要早早起床 做早点数 松五还要在超市打工赚钱 晚上再拖着皮拔的身子 摆着地摊挣些钱 妈妈一人要打三份工 还可维持我们母子的正常生活 妈妈真的感觉非常非常辛苦 非常非常劳累 可想而知 一个单亲妈妈带着小孩子 如果她没有好的工作 工作 职业的话 那她为了要撑起这个家 要养育小孩子 要栽培小孩子 这是很辛苦的 所以当妈妈的 你看一人要打三份工 早上卖早点 中午还要到超市 去打工赚钱 晚上还要摆地摊 为了生活下去 所以当妈妈她的身心已经是很疲惫 生活压力身心疲惫 当然她把她的所有的劳累辛苦奉献 都会寄托在这个小孩子身上 我这么辛苦奉献付出 就是要栽培你 你是妈妈未来的希望所在 孩子 你就是妈妈坚持生活下去的支柱 为了你 妈妈再苦再累也能挺住 只为你能有出息 孩子 听到老师反应你 在学校课间打出课 妈妈的心都碎了 感觉自己的辛苦付出 都变得毫无意义 妈妈感觉已经找不到 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了 妈妈真的已经很累了 如果从一个角度说 小孩子在学校打扑克牌 打扑克牌 有那么严重吗 有那么的罪过吗 没有 只是有一些调皮的情况 你可以给她适当的一个管教 叫她以后不要怎么样 不要我们不要怎么样 在学校好好读书 遵守规矩 但是 就这样一个在学校打扑克牌 老师就认为很严重 要家长去管教 这个当妈妈的 因为她身心疲惫情况 她把希望都寄托在小孩子 希望小孩子是一个很美好的 很有骨气 很有骨气 很有出息的小孩子 成绩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小孩 能够为妈妈的辛苦奉献 辛劳 能够 只会有所谓的有一些代价 但是因为妈妈本身身心很辛苦很疲惫 所以她内心里面已经没有空间了 所以遇到一些小孩子的所谓的不好的行为 本来不是很严重 但因为她内心没有什么空间了 所以遇到这样的一个老师来控告的情况之下 妈妈就认为很严重了 马上那个火气就起来了 好了 火气起来之后 她就很难冷静理智的去面对 结果到学校 没有让小孩子讲话的余地 就打她 妈妈真的好后悔 好伤心 在学校里为什么没有冷静点 应该仔细一些的 孩子原谅妈妈好吗 妈妈不听你解释 并粗暴地打了你 犯了你 让你一个男子 在众多同学和老师面前 延练自己 尤其进入青少年叛逆期 敏感期的这个阶段 他们算是比较脆弱的 他们经不起大人的 那种严重的误解 或是责备打骂 所以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这小孩子走上极端 当然还有前面的原因 因为这个小孩子 他变成几年下来 是活在单亲的家庭 活在单亲的家庭 他内心何尝不希望 有一个健全完整的家庭 所以小孩子内心的苦闷 他向哪里情愫 他也不敢跟妈妈哭诉 你要把爸爸找回来 他需要爸爸 他也不敢 所以大人离婚难受 但是小孩子 他在小学跟初中的这个过程 这是进入青少年敏感期 他很需要有个健全的家庭 他很需要有个爸爸 可以爱护他 可以教育他 陪伴他 可是却没有 所以小孩子的内心 他有很多的委屈 压抑 苦闷 但他又不敢跟妈妈来哭诉 因为他觉得妈妈已经很辛苦了 所以小孩子本身 他已经就是很多的压力苦闷 当妈妈了 当然也有他的痛苦无奈 结果就这样 在妈妈脾气情绪失控情况之下 挤巴掌 就把小孩子整个他的信心 什么都打掉了 所以小孩子才选择走上极端 妈妈被老师健康 再回手看你 你已藏着的楼下 妈妈回顺颤抖着 看你监控 才知道妈妈定然如此深地杀害了你 是妈妈亲手将你推向的深渊局境 妈妈看见你悲愤 你无地自容的样子 已经气不成声 自讨一刻 妈妈真的是绝望地伸出手气 想拉你回来 如果可以重来 妈妈一定会将你拥入怀里 仔细聆听你的诉说 但是 这些后悔 已经来不及 已经来不及 人如果你没有定力 为什么我们希望大家要开发明觉 要活在当下 那个就是在当你要火冒三藏的时候 你这时候有明觉 有定力 有刹车系统 能够静得下来 这时候就可以化解很多的灾难 忍一时去大灾难 一不忍 成千古恨 就这样 印证在这个妈妈身上 忍不了忍不下来 结果 冲到学校 打儿子的耳光 好了 一不忍 成千古恨 就这样 你后面的后悔 当然他很痛苦 很后悔 但是 没办法挽回了 没办法挽回了 所以到后面 这个当妈妈的 他也没办法 活下去 孩子 你为什么就是来很心疼吗 一点不留恋 与你相依为伴 十四代的妈妈吗 没有了你的陪伴 妈妈同志 一人如何生活下去 妈妈给了你十四代的 少华时光 欧兴力学 养育你长大 你懂了 妈妈的存在 已经是毫无意义 妈妈就继续去坚堂 恨你吧 如为学习到智慧 如为改变人生观 仍会带着相同的基因 运作模式 继续轮回 下面这句话很重要 因为这个当妈妈 后面也自杀了 你不要有时候 我跟你道歉 那我到天堂去陪你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如果你没有学习到智慧 没有改变人生观 仍然会带着相同的基因 相同的运作模式 继续轮回下去 这个就是你生命 有生命的运作基因 你有运作的方程式 如果你现在没有 好好的进化改变 一样会继续带着那些基因 带着那些运作模式 继续运作 继续轮回 所以为什么鼓励大家 学习要趁早 要现在 好好的改变自己 进化自己 许多人在指责这个妈妈的行为 过于粗暴 将孩子逼上的局务 可是又有谁被他想过 又是谁将他逼上的局务 这个社会充满了欲望和功力 生活何从不适 在一直充满着这位可怜的女性 当他奔波劳累 趋于崩溃时 又能从哪里寻到援助之手 是有社福与爱心机构可协助 母子的悲剧 是这个社会的悲剧 不是某个人的 他始终在不断的上演落幕 准备下一场的演出 如果为人父母 你能够及早学到优质的文化 能够提升自己的心灵品质 提升自己的智慧 你会用智慧来养育小孩 教育小孩 所以很多的悲剧就可以化解 你也能够让小孩子 在良好的环境情况 良好的氛围磁场下 长大成器成才 如果过去没有这些基础 已经造成一些所谓的伤害 甚至来到像这种情况 已经造成一些悲剧 这时候不是当妈妈的自杀 就能够解决 而是你赶快遇到这些悲剧了 你很痛苦 或是说在单亲养育小孩情况之下 如果真的很痛苦压力很大 一样你要请求各方面来协助 一样有社福机构 有爱心机构可以做协助 就算如果已经发生了那些悲剧 同样的 如果你愿意 你好好地静下来反省检讨改变 如果你能够虚心的学习 前面的悲剧已经发生了 如果这时候能够痛定失痛 回来反观自己 愿意虚心学习的话 你就能够让人生重新来过 这个虚心学习 也就是让你从现在开始 进入深层去净化我们生命的 深层的运作模式 进化 调整 改变我们那些DNA 让我们的心灵进化 学到智慧 这时候你的人生就能够重新来过 如果你没有学到智慧 就像剧中的妈妈 她自杀 自杀之后你还是要带着你那些基因 继续轮回 你会有痛苦一段 会有后悔懊恼一段 但是下一个阶段 你又有一个新的生命出来 新鲜生命出来 你的生命基因没有改变的话 还是一样 会照样那种运作模式继续 所以改变自己是现在当下 我们要好好地把握现在当下 不管过去父母亲怎么样地用错爱对待我们 让我们受苦 或是不管我们过去怎么用错爱方式 对待我们的亲人 对待小孩 改变的契机 从哪里开始 从当下 从我们自己 从现在 现在开始 好好地下功夫 学习优质的文化 学习智慧 进化自己 改变自己 这才是能够从根本来解决 让自己有智慧 你就能够协助我们的下一代 能够让他有智慧 能够让他们把生命 活出生命的意义 活出生命的喜悦 神圣 OK 好 谢谢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后面 后面两堂课再跟大家讲 优质的教育方式 前面讲的是 错爱 逆爱 还有强势主宰 这两个都是属于极端性 我们后面再协助大家 怎么样来到用道法自然的方式 什么是理想的 优质的教育方式 下面我们在后面两堂 我们再来分享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